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非常特別的日子 為了要讓你們知道 好多特別我還特別擦上了紅色口紅呢 口紅用英文 是Lipstick Lipstick 好我今天呢擦紅色口紅 主要是因為 這支影片真的是 我醞釀了很久 也蒐集了很久 蒐集用英文來說 叫做 Collect Collect 所以我蒐集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 是多久呢大概有一年 左右 一年喔真的是完整的一年 然後 我蒐集這些東西呢 是主要是去 有的是在便利商店 有的是在 就是超商 講超商就是 好啦我直接講全聯 因為 很多口味其實就是某一間 超商或是某一間超市 或是某一個 店所獨賣的 也就是別的地方是買不到 或者是很難買的 那我就 只好去那些店來買 那很多時候就是我可能 比如說下班我去逛街 然後可能就逛到今天 欸有特殊的口味 然後我就很開心 趕快去買 所以其實這些 絕對不是一朝一夕所買到 也絕對不是廠商贊助的 這邊的每一分錢 都是我自己自掏腰包花的 所以 拍起來特別踏實 也特別的真實 所謂真實就是我可以告訴你 它到底好不好吃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口味 口感之類的 那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今天我們 在這支影片裡面 要完整的試吃 14樣 七七乳家巧克力 我真的超級無意期待 因為這14樣真的不是 不是我在一家店 或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買的 真的就如同我所說的 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收集然後把它集合起來 當然這些絕對不是七七乳家 所有的口味 但是它 嗯應該講 佔了蠻多的口味的 14個口味欸 太酷了 好那我現在這邊一整桌 就是 好期待喔 這是七七乳家的14種口味 好那其實今天我也沒有什麼 太 嗯 太 大的原因去排列它的順序 那基本上我就是先 嗯我想要先吃 就是水果類的口味 然後再來吃 茶類的口味 再來是 其他類的口味 我想這是應該比較 嗯 比較直接的一個 分類法吧 我猜啦 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好的 就是說我想要這樣子 OK 好那 當然我們今天是要吃東西 所以在吃東西之前 我們要先來做一個禱告 好那請你閉著眼睛跟我一起禱告囉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吧 好期待喔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今天就是 除了嘴唇紅紅以外 我上天還要放春蓮 然後這個紅紅 就是有一種新年的感覺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好那我們就來開吃 我今天有點太開心了 所以有點混亂 好沒有關係我們來開吃 我剛剛說要先吃水果口味的 那我就來從 看一下齁 我覺得蠻期待這一款的 這個就是 58%的草莓口味 Strawberry 這就是 看起來非常粉嫩的一個包裝 很可愛 好那我們就來開吃 這一個建議售價是 20塊錢 好 哦 有一股很濃的 草莓巧克力的味道 很香很香 哦 你看 超級無敵可愛的 其實我覺得 七七的巧克力的那個包裝 其實不算很複雜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很單純的可愛 這就一張紙在裡面 好 其實我有點想要拿刀子來切 我來切一下好了 它裡面是這樣 就是 深深的紅色 粉紅色啦 深深的粉紅色 我們拿一塊起來吃 裡面顏色是這樣 好那我要吃了 嗯 它的草莓味蠻濃的 非常的chewy chewy 就是有嚼勁的 軟軟的 黏黏的 嗯 但它裡面其實吃得到草莓味道 還吃到一點草莓的果肉 就如果你是喜歡草莓的人 嗯 你是草莓控 這款 好吃 會給這款 7.5分 我覺得它蠻有個性的 而且它的草莓味不是那種假假的 感覺調出來的味道 它其實有一點點 蠻真實的味道在裡面 我喜歡 我喜歡 而且重點是它這一款不會很甜 一般我都很擔心吃到那種很甜很甜很甜的草莓 這個完全不會 我覺得它的甜度是適中的 很棒 好吃 哈 既然我們都吃到粉紅色嘛 那我們就再來吃一款粉紅色好了 這一款 這是櫻花口味 其實那時候這個推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超級無敵 期待 其實現在也是很期待 那時候就7.5推出櫻花劑 你看這個還有櫻花 真的超特別的 很可愛 這個是春季限定 那時候7.5推出櫻花劑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酷 因為 其實我從來不知道Sakura到底是什麼味道 反而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 但是有一個小知識我要跟你分享 就是我們常常每次想到那種櫻花的東西 我們都覺得喔是粉紅色的 可是其實真正櫻花花是沒有味道的 它的味道其實是來自於它的葉子 The flavor of Sakura comes from its leaves The flavor of Sakura comes from its leaves The flavor of Sakura comes from its leaves Leaves 就是葉子 非常的可愛 細細如將 這樣 我覺得這款摸起來比較軟耶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 好我們來切 這款裡面是這種 淡淡的粉紅色 其實真的很淡 跟剛剛那一款比起來 這款真的非常的淡 好 那我們再來乾杯啦 乾杯 櫻花果味好奇妙 好難描述喔 它沒有草莓的香氣 其實它是有一點像草莓 只是它沒有那種草莓的那種 專屬的香 怎麼講 因為講說 它的前味 有一點草莓的感覺 可是我們常常草莓 嚼到最後甚至要吞下去 都有一股草莓的味道 它就是沒有那個 尾 尾韻嗎 就是沒有那個 後面的味道 很特別 一樣不會很甜 但是 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的 獨特 獨特的 我沒有辦法去解釋 也很難去形容它 它就是一個沒有尾韻的草莓味 這個我覺得很特別 那我大概一樣會 差不多給它7.5分 嗯 覺得它很特別 但是沒有特別到 讓我覺得 哇很amazing 只是我現在終於大概 對於Sakura 就是櫻花的味道 有一點點的 了解了 好 這是 兩個口味囉 再來 我們要吃的是 看看 我剛剛進來沒有先吃這個欸 這個是原味的 我真的太笨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原味 這個說 今天粉 POWER 它最近對我這種 有點slogan slogan slogan 的這種包裝 我覺得蠻特別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那種傳統的感覺 因為這個感覺就沒有 七七如家的感覺 就 就是一個非常前衛的 巧克力 但是你不會 就是把它跟 七七如家做聯想 因為每一個我想到七七如家 就想到它原本的那個 橘色的那個包裝 來開開 嗯好香 就是一個花生的味道 這我就直接咬了 嗯 香 我喜歡七七如家 裡面有一種 就是花生的顆粒 這個我好喜歡喔 這款原味的很好吃 而且它的甜度太高了 我一樣給7.5 就是三款粉紅色的 再來我們要吃的呢 依舊是水果的 但是它不是完全是水果的 它是水果茶 熱帶水果茶 這一款呢 是夏季限定的吧 應該是 對 夏限定的沒有寫 它是黃色的包裝 非常的可愛 好 那我們就來吃 來吃來吃 你有沒有覺得七七如家 是屬於台灣的巧克力 它上面也有英文的標誌 喔有啦 這邊有寫 Tropical Fruit Tea Tropical Fruit Tea Tropical Tropical 就是熱帶的 Fruit Fruit 水果 Tea Tea 茶 Tropical Fruit Tea 熱帶水果茶 好 打開 其實它外觀都長得差不多欸 我覺得 它外觀好像就都一樣 好 那我們來開吃 喔 它裡面很特別 它裡面是這種微黃色的欸 好酷喔 好 吃 乾杯 恩 好軟 這碗很 喔 這碗水果香氣也太濃了吧 我吃的到白香果 我吃的到鳳梨 就這種真的是Tropical Fruit的味道 可是這款好黏牙喔 這款我覺得非常的Sticky Sticky 就是黏 黏稠的 非常的黏 我覺得它黏了 它水果香氣是蠻濃的 但它說 Tropical Fruit Tea 我完全吃不到任何Tea的感覺 這款我 嗯 甜度也是沒有很高 我覺得它的水果有一點點那種加加的味道 所以呢 我要給這款 6.5分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那種 水果泥的感覺 可是它的味道有一點點加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再加上它太黏了 再加上它 就完全吞噬掉巧克力的味道 所以 6.5 好 下一款 既然都講到茶了 我們就來茶系列 抹茶 Matcha 其實最近啊 就是很多西方人 其實開始對抹茶很有熱忱 他們覺得抹茶是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 其實抹茶這種 那種 茶類的 它其實 應該說 抹茶 在日本 是屬於那種 呃 甜點會放的成分 原料 會讓 有點顛覆 一般人對那個 甜點的想像 因為我們通常想要甜點就會覺得是甜的 可是抹茶卻把它弄有點苦苦的 所以就不再是甜點的感覺 因此呢 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就不是甜點了 不過還是蠻多人 就是 喔 壓壞了 還是蠻多人喜歡抹茶 Matcha 這個東西 好 你看 抹茶的裡面長這樣 看一下它的這個 我有點把它壓到了 所以它可能比較 沒那麼漂亮 不過沒關係 你可以很明顯看出它是綠色的 好 它裡面是這樣 非常非常綠 裡面有一種堅果類的碎屑 好 乾 有抹茶的苦味 但它沒很苦 嗯 越嚼越苦 它也不甜 應該是說沒有很甜 抹茶口 抹茶 抹茶 抹茶味道是有的 但沒有讓你覺得 喔 很濃的感覺 但它是有苦味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很苦的 可能它不會像你期待的那麼苦 但如果你很怕苦的 這有一點點苦 我覺得一般人是可以接受 第一 好 抹茶口味的話 因為我本身對於抹茶本來就沒有很愛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我覺得甜點就是應該是甜的 雖然你不用甜到那種很螞蟻人的感覺 但是 就是我覺得甜點類的東西 你本來就會有點甜的成分 那大部分的抹茶東西 如果它抹茶粉弄得太濃的時候 你就覺得什麼都不甜 所以呢 嗯 我個人對於這抹茶口味 嗯 不能說不喜歡 但是也沒有到很熱愛 所以這一款的話 我可能會給到 大概六分左右吧 六分 再來 還是茶 我想要吃 奶茶 口味的 milk tea milkutti 亂講的 milk tea milk tea milk 是牛奶 tea 是茶 milk tea 就是奶茶 那這個很漂亮 我其實蠻喜歡這個包裝 我覺得它的 就是 藍色藍得很美 然後因為它是特別講到的是那種 西藍的奶茶 所以 我對它蠻有期待的 你看這個就是西藍奶茶 好 來吃 其實啊 我們今天 除了 我看一下喔 除了兩款 喔 除了一款 兩款 除了兩款以外 其它都是大人的乳家 就是它上面會有一些大人的嘛 而這邊大人的 所以蠻特別的 好 這個 就是 乳家 對啊 其實它外觀真的我覺得都一樣 裡面有特別深色或是特別怎麼樣 它裡面看起來非常的深的顏色 跟我們想像中的奶茶的顏色不太一樣 它有苦苦的味道 它有苦苦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奶香耶 就是我吃起來是有茶味 可是沒有奶香 所以我不知道它所謂的西藍奶茶 因不應該有奶香 但是我覺得 我有點想失望 這款西藍奶茶 我給它五分 沒有很喜歡 沒有很緊張 但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它如果為了大人的甜度都蠻低的 很好 好 下一個 既然都講到茶了 我們就來吃這個吧 這個是紅玉 紅玉紅茶 喔 台茶18紅玉紅茶 而且它是茶季限定的喔 很特別吧 這一款我記得 應該是在全家買到的 對 那時候在全家買到 其實我很喜歡 他們的包裝上面 都會有那個茶杯的感覺 就是一個茶杯 很可愛 好 來吃 來吃 其實大部分 全家跟詹文都會做我 第二屆六折的優惠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多一點 或是你想要跟別人分享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兩件六折 好 應該講第二件六折 外觀依舊沒什麼不一樣 它裡面是這樣 也是這樣蠻深的一個顏色 我發現到它們好像茶口味的 幾乎都這樣 大家不知道 繼續觀察 好 乾 紅茶味很濃欸 它真的有茶葉味道 好特別喔 嗯 嗯 蠻喜歡的欸 跟你們看一下比較一下 這個是紅茶的 這個是西蘭奶茶的 你看一下 那個切面長得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 紅茶的比較好吃 因為它真的有一種很 很香的那種紅茶的茶葉的味道 好 Good 這一款我會給大概 七分左右 我個人不是那種很熱愛茶葉的 但是因為它 廣告是說它是紅茶 而且它是用才18茶 所以我就會期望它是有紅茶 或至少有茶葉的味道 而這款剛好 就真的有做到 所以我給到七分 好 但真的它們甜度都沒很高 很好 哈 時光飛是 我們接下來 一樣 是要吃茶口味的 但是這個很酷 它是三個一組的茶口味 這就是那時候炒得沸沸癢癢的那個 就是全聯限定的這個 鐵觀音 而且還是南投鐵觀音口味的這個東西 這個真的太酷了 我覺得 因為它的強調是整粒杏仁 然後它一定要買三個這樣 好 那我好不容易搶得到 非常期待 我們就來吃 吃 吃 拔 欸拔不掉 它是怕那個 在店裡面被抠了 打不開欸 不禁一般寒澈骨 煙得 梅花 撲鼻香 當然要經過稍微的努力囉 所謂的努力不是蠻厲害 好 好 拆開了 這個 就是 如家 的 鐵觀音 南投鐵觀音口味 你看我剛剛講的 插在這 好可愛 而且它這個包裝有一點點就是 金光閃閃的感覺 金光閃閃 好 我們就來吃 乾杯 天哪 我真的很期待 我今天很幸福欸 吃這麼多 七七日加 開心 這就是它的外觀 其實真的都大同小異 應該講根本沒有不一樣啊 都一樣 好 我們就切 它裡面這樣 非常黑深色的 好 我們就來吃啦 茶葉味更濃 根本就是嚼茶葉 就這一款跟這一款 這個有 呃 茶葉的味道 可是這個的茶葉味更濃更香 所以如果你是個非常愛茶香的人 這個東西我覺得蠻適合你的 而且它那種茶香真的是茶香 不是那種化學調配出來的感覺 這感覺很像 茶葉搗碎所做出來的 它裡面是有茶葉嗎 嗯 沒有 沒有 它有鐵觀音茶粉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茶葉自稱的 反正 它有一點點茶葉的味道 那這一款呢 給它打個分數吧 我覺得 打個 7.4好了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茶葉的味道 我給它7.4分 好 最後最後我們還有 2 4 6款 那這6款要怎麼吃呢 我想要先吃一些別的 然後再來有系列的 我想先吃這個 這是北海道特農牛奶 牛奶 然後它一樣是強調整粒杏仁 然後還強調說它是濃醇 大人七七乳駕 噠噠噠噠噠 這個顏色跟剛剛那個深藍色 我還是比較喜歡深藍色 雖然這個顏色也是蠻美的 好 好 嗯 打開 這個外觀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切開 裡面很白齁 看起來還蠻creamy的 乾 嗯 很香 嗯 很香的奶香 非常非常香 很香 我覺得是好吃的 非常香濃 杏仁的英文是 almond the almond is very crispy 那個杏仁很脆 然後配上那個chewy的外面那一層牛奶巧克力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香濃 很好吃 它甜度也沒有比較高喔 很好吃欸 我應該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款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香 這一款我會給到8分 我覺得是好吃的 而且很好吃 我頭髮怎麼那麼醜 好 下一款 再來我就要來吃這個 Gana加納的特農可可 它也是整粒杏仁的喔 好 來吃 開吃 嗯 依舊是長這樣 那我猜它裡面應該是很深的巧克力 巧克力 它裡面是比較深的巧克力 然後還有整粒的杏仁 杏仁的英文是什麼 almond al 那個l要舌頭往前 almond almond就是杏仁 而且它是整顆的杏仁 whole almond 好 乾杯 它裡面有一種 你們知道巧克力冰淇淋的巧克力味 就是那個味道 它有巧克力冰淇淋巧克力味 然後 跟那個巧克力外面的巧克力當然是很搭嘛 他們都是巧克力 可是我就覺得 嗯 巧克力味真的是變濃了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就變得沒有什麼個性 就是不太像七七五家 因為它的味道是 巧克力 很濃的巧克力 可是它非常的chewy 所以整個就感覺 我覺得我不是很習慣 但也沒有不好吃就是 我沒有很習慣的味道 好 那這款我會給 7.5 7.5分 因為我覺得它有做到香濃 好 再來 下一款 下一款我想要吃 這個 這是唯一的大包 這個是我在家樂福看到的 然後 它那時候是萬聖節 這是南瓜口味的 南瓜 Pumpkin very good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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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這種一袋裝的 然後裡面是比較小個的 好 我們先就直接打開它 它是它這邊標榜說 超濃新風味 你看到嗎 超濃新風味 它是南瓜 好可愛喔 它裡面怎麼這麼可愛 這小格 好可愛喔 它裡面是這樣 後面這樣 好可愛 好拆開 打開 開吃了 喔好可愛喔 我的天哪 好小喔 你看 就這樣 超可愛 嗯 它裡面好黃喔 嗯 這是南瓜塊嗎 我覺得不太相信人欸 是嗎 它沒寫裡面有 可是感覺是欸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還有一個淡淡南瓜味 沒有很濃但你吃得出來它存在 嗯 這好吃 很特別 我覺得這款可以給到八分 它就說是 蠻香的 我喜歡 八分 好吃 只是我不知道 這是期間限定嗎 沒寫 我覺得你如果買得到這個 你可以買一包來試試看 蠻好吃的 真的 它是南瓜牛奶香 好吃 我喜歡 I like it Good 好下一位 最後三款 我想要先來吃 味道比較淡臉的 摩卡咖啡 MOKA MOKA 它是冬季限定款的喔 好 接下來有兩個都是咖啡的 這個是摩卡的 我們先來吃摩卡 自己亂配音真是 你看它很可愛吧 但它就是大同小一 不像南瓜那個那麼特別 它裡面長作要吃 吃 杏仁的英文是什麼 好 almond 很好 咖啡耶 真的耶 咖啡味好香喔 這真的很咖啡 以前小時候會吃那種咖啡糖啊 它就是這個咖啡味 好香喔 那種三合一的咖啡味 嗯 很香 如果你喜歡咖啡的人 這款你應該會喜歡 它真的很香 不會很甜 然後也不會很苦 但它還有保留了咖啡的香氣 我覺得好吃耶 它都選用阿拉比卡咖啡豆 我覺得是好吃的 這款真的好吃 好吃我覺得是好吃 這真的好吃 這款我也要給8分 8分8分 好吃好吃 下一位 這是這個 我為什麼會說剛剛那個先吃 因為這是義式咖啡 Espresso 義式咖啡感覺 味道蠻濃的 Espresso就是他們那種 義大利人喜歡喝那種 用一個小杯子 然後這樣 喔!一個Shot 就把它喝掉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濃 它就是義式濃縮咖啡嘛 Espresso 話說星巴克今年在義大利開了一間 第一間粉店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猛 很趕 因為義大利人每一日都是咖啡專家 你知道嗎? Coffee expert 天啊這個汁很流出來耶 怎麼會這樣 它感覺有受到打擊 應該是我東西太重把它壓碎了 好啦不過我相信味道應該不會變 這一款的顏色很淡 非常非常淡 咖啡 這也有咖啡香 咖啡味再強烈一點點 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太菲糖 就是比較不甜的太菲糖 配上我們以前吃的那種巧克力糖的感覺 嗯 嗯 沒那麼驚豔了啦 但是也是不錯的 就是就是說 就覺得好像比較普通 這款我應該就給個6.5分 好 最後一款啦 我們竟然吃了一桌的七七乳家 吃到都沒了 最後一款我就很期待耶 這款是美酒口味 為什麼我很期待 不是說因為它是酒 所以我很期待 是說第一個 它是美酒口味 可是它上面完全沒有寫大人的 所以它是設定小孩的嗎 還是都可以 還是什麼 它是日本產的美酒 但是它並沒有寫酒精濃度 所以我猜 它也沒有寫什麼 一定要未成年輕物飲食用啊 什麼之類的 它上面沒有寫任何的 關於酒精造成的限定 或是 或是造成的一些規定 所以我猜它的酒精成分 應該是非常低 低到已經 就是可以當食品了吧 但它的成分真的有美酒 而且還有鹹美粉 感覺很酷 美酒 這款應該可以說是最新的吧 我在全家買了 它的 我覺得它的包裝 對不起我先破壞了 它的包裝看起來其實蠻有質感的 我覺得 看起來還不錯 好 來吃來吃 吃吃吃 吃吃吃 整條拿出來 依舊是長這樣 裡面長這樣欸 沒什麼太 特別的顏色 就是一個淺淺的咖啡色 喔 真的有梅子的味道欸 這是不是美酒呢 嗯 有一點點酒的感覺 可是沒有很濃 我們再來切一口好了 我想要確定一下 好硬喔 嗯 嗯 真的有梅子味欸 有一點點酒的感覺 蠻特別的 美酒真的有欸 我不能說很搭 或是很好喝 很好吃 可是蠻特別的 我覺得很特別 它也沒酒的感覺 真的有欸 好酷喔 怎麼做到的 這款我沒有很愛 但它也沒有很難吃 但也 重點是它有做到很特別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 好棒喔 很酷欸 這款我會給7.5 7分是它的基底 然後0.5是因為它太有創意了 很特別 很酷 如果你是喜歡嘗鮮的人 我覺得很適合你 因為 它真的很特別 很難去形容 也很難去描述 反正現在這一款 全家好賣 趕快去買 然後我必須說 這14個口味 其實我 都覺得很特別 但是我覺得 最喜歡的 應該是這個 北海道的 這個可以去買買看 因為它很特別 這兩款我覺得比較 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呢 真的我覺得 應該可以去買來試試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啦 只是說 就是我那時候買到這個 那沒酒 後來嘴巴有點怪怪的味道 就是一種悶悶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是很特別的 而且喉嚨真的有一點點酒的感覺 但是不是很濃 就是一個淡淡的感覺 好 但是我這邊要必須要呼籲 突癒幾件事情 第一 未成年請勿飲酒 Don't drink underage under就是以下 age就是年紀 所以所謂的underage就是未成年 underage Don't drink underage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Don't drink and drive 不要酒駕 Don't drink and drive 大概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可能有一點點長 不過我覺得非常值得 因為我今天在這一支影片裡面 試吃到14款的七七乳加巧克力 我覺得非常特別 我覺得這七七乳加真的蠻值得推崇去國外的 因為它就真的是我們 就是台灣人 從小到大 就多多少少都會吃到也會接觸到的東西 即使你沒吃過 你至少也聽過別人講過 或是 你至少會也在一些超市啊 看到它過 所以我覺得它就其實跟義美的小泡芙 的地位蠻像的 你知道 就是一種國民小吃 國民點心的感覺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一邊試吃 一邊學一些簡單的英文 這種比較生活化的影片 簡單的小互動的話 請你在影片下方幫我按個讚 一定要訂閱啊 而且還有 請你的朋友 你的家屬 你的 你的身邊的每一個人 都來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一起快樂學英文 快樂開箱 快樂出去玩 快樂 Learn English in your daily life 每天在日常生活都學 一點點英文 不一定要每次想到英文 都想到 喔我要把課本打開 喔我要寫席做這種 其實英文這種東西 真的可以很生活化 因為它就是一個語言 語言東西本來就是生活化嘛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你要幫我按個讚 訂閱 然後還有追蹤我的IG 跟Facebook 所有資訊通常都在資訊欄下方 謝謝你的收看 請你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英文的問題 關於 提起乳駕的問題 關於 任何的問題 或是你有什麼話 跟我說想要跟我分享 我都非常的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豬年行大運 Happy New Year guys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I'm Food Expert Chi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